今天替你念经做功德点灯 造成病苦 冤亲在主 造成爸爸妈妈生病 造成儿女生病 家庭事业障碍 冤亲在主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不要赶他走 你只要对他好就好了 超度了 佛教不是赶他走 是超度他 他升天了 他就极乐世界 他就不用在你身边 一直讨债 就是这个意思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祖先升天了 小孩子会不会发财 就很简单 所以不孝顺的人 没有超度祖先的人 一世人拍命拍文 这是一定的 因为不孝顺的人 怎么会有世间福报呢 那孝顺不是活得的爸爸妈妈 活得的爸爸妈妈 你要孝顺 还有两个你一定要孝顺 在被赐 历代祖先 妻子父母 你一定要孝顺他 所以各位一定要拜祖先 拜祖先 你也不是说 你嫁给姓臣的 你就不拜你的姓 还是要拜 你姓黄 嫁给姓臣的 臣氏的祖先 也是你的祖先 黄氏的祖先 也还是你本来的祖先 对不对 你不可能嫁给姓臣的 以后回去就不叫妈了 对不对 他还是你妈 阿座还是你的阿座 所以虽然你那边 没有牌位 但是你念经 还要记得回向给你自己的祖先 还有妻子父母 再来欠他债的 冤心债主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现在有在吃肉 还没办法吃素 至少你要懂得经常超度他 不然你的车子 开开不换黑油 那么就失去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呢 因为有无名 什么叫无名 不相信因果 执着有一个我 我我我 这个世间没有我 这个东西存在 这个世间凡事存在了 就像前面的花 点的香跟灯 它是暂时存在的 对不对 暂时的 什么叫灯 它是那些灯油 组合了加上空气 它才有个灯 这个灯是无常的 这个灯不永恒的 所以叫空性 给它个名字叫灯 给它的名字叫麦克风 给它一个名字叫花 给它一个名字叫佛像 那这个佛像是什么组成的 搞不好是木头石头玻璃纤维 对不对 它只是一个组成的 一个暂时的名字 不是永恒不变的 但是我们人都认为说 我我我我我 我是什么 眼睛吗 手吗 心情吗 爱情吗 这个东西组起来叫我 然后身体会变化 感情会变化 想法也会改变 所以这个我永恒存在吗 没有啊 这个叫空性 空性不是没有 空性是这个麦克风 现在是存在的 但是它的本体是无我的 做成马桶也可以啊 做成麦克风也可以啊 这些 这些元素组合的 看你要做成什么都可以 所以它是 就像前面的花是暂时的 然后呢过几天 它就融化了 变成肥料 变成泥土啊 变成水啊 对不对 融入泥土里面 所以花 只是一个名字 暂时的 我的名字叫海涛 它是暂时的 它不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 是我们的 佛性的思想 慈悲心才是我们 肉体会死亡的 所以观音菩萨的生命是什么 慈悲 慈悲就是观音菩萨 但是观音菩萨的外表 随时都在变化 你做人 它变成人 你做狗它变成狗来度你 你做皇帝它变成皇帝来度你 所以对观音菩萨来讲 它不执着这个我 但是所以它可以慈悲显现各种形象 可以帮助众生 观音菩萨的生命就是救苦救难 就是慈悲 这个道理懂不懂啊 趁现在各位肚子饿饿的 讲起来你不会打瞌睡啊 如果下午讲吐 渡沽啊 听不下去了 要睡啊 但是各位这个道理你还是要懂 如果你不懂 我我我我希望别人爱我 我希望我很出名 我希望别人对我很好 你会很痛苦的啊 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爱 也没有一个你在被爱 然后你只想抓住对方 这个叫 来 念一下 执着就会痛苦 那为什么执着 因为无明 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听闻佛法 思维佛法 你没有禅的智慧 你会觉得一个我我我 所以你永远都在痛苦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花一点时间 去听经典 去思维 去改变自己 不然永远会痛苦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 讲给六道众生听 讲给孤魂野鬼听 他们也可以开悟 所以念经很重要 你说人死的跟他念经有没有用 人死的你把他招请来 不管他做天神做鬼 念完经他懂了道理 他就超度了 他不会执着了 以念经的道理 就可以帮助他脱离三二道 然后如果他听闻里面的道理 他就可以去极乐世界 他就不想要升天 升天没有意思 下辈子让你做皇帝 没有意思 皇帝要不要上厕所 皇帝也会生病 让你做美女 做美女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美以后老就丑 因为那个都是暂时的 不用追求暂时的快乐 你年轻越快乐 你吃牢越难 知道吗 台湾现在有一个运动员 铁人 台湾最出名的运动员 最近写报告给总统说 他想要安乐死 希望总统让他自杀 安乐死 为什么 他现在老了 得癌症 开刀又开刀 他很痛苦 以前是铁人 以前是最伟大的运动员 但是现在那个身体的病苦 他希望自杀 安乐死就是自杀 各位不能安乐死 安乐死是自杀 不是肉体死掉了 痛苦就没有 如果你的业障还存在 这个业障跟你去轮回 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宁可趁活的时候 消业障 死了以后自由自在 不要被卡住了 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 来一起念 七十二页 来 诸佛子 我今未说十二因缘 身相面相 令如了知生灭之法 物不生灭法 当处就近 当处清静 当处自在 一就近 一切就近 一清静 一切清静 一自在 一切自在 同于诸佛 正大涅槃 身相 所谓 无明原形 行原事 事原明色 明色原六路 六路原处 处原受 受原爱 爱原取 取原由 有原生 身原老死 忧悲苦恼 所以所有生命 为什么会来投胎 叫身相 因为有无明 你内心里面 我想谈恋爱 现在你十六岁了 我想谈恋爱 我想找男人 我想找 这个就是无明 因为他有个欲望 所以他就会去动作 叫行 那你去动作以后 就产生一个更可怕的轮回的种子 那这个轮回种子 让你将来又投胎好几次 无明原形 行原事 就像一个意识种子 然后有意识种子就会投胎 叫受精卵 叫明色 那来投胎以后 慢慢就有六根 叫六路 那有六根以后 眼睛就会瘫 我要看 嘴巴要吃 身体要摸 心里要人家说 你是董事长 帅哥美女 就有六根 就有六接触 有接触以后 就有感受 快乐了 痛苦了 哇 谈恋爱好棒 罗曼蒂克 为爱而死 就有这个感受 有这个感受 苦受漏受 你就会执着 我要快乐 不要痛苦 男人说 我要做官 我要做总理 不怕死 所以有这个执着以后 那你就会来投胎 贪爱 执着 投胎 然后你就一直生老病死 一直轮回 所以各位 这个道理你要去思维 我这样做个比喻好了 让你一辈子 都不要生病 一点癌症也没有 你要这个 还是要做皇帝 却六十岁得癌症死掉 你当然说 我要卖泡杯 做皇帝没用 做皇帝还得癌症 所以我想各位 世间的快乐 都是暂时的 痛苦的开始 不就近的 我们修行就希望得到 不生不灭 为什么出家人要做比丘 他们做比丘就知道 生老病死痛苦 我不要做皇帝 我不要做帅哥美女 我要解脱生死 那为什么要做菩萨 自己解脱生死 还要帮助别人解脱生死 就像帮助爸爸妈妈 解脱生死一样 如果我们自己 解脱生死的 爸爸妈妈还在 得癌症下地狱 所以就有 地藏菩萨很慈悲 宁可自己受苦 也要帮助爸爸妈妈 众生脱离痛苦 念一下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成菩提 所有众生都脱离痛苦了 他才要成佛 观音菩萨也是实际上 所有众生都没有苦难了 就苦就难 他才要成佛 他永远倒架持航 普度众生 观音菩萨是在极乐世界 但是他不在 他的生命一直在受苦的地方 帮助那些众生脱离痛苦 带他们去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菩萨 但是无论如何 各位要消除痛苦 那所有的痛苦 来自于我职 我我我 简单的说就是自私啊 自私啊 所以各位 你不要痛苦 千万不要制造别人痛苦 了解吗 你不要痛苦 千万不要制造 其他生命的痛苦 所以愿大家归三宝以后 念一下 永不杀生 不要杀害动物 好不好啊 也千万不要以杀害动物 为你的行业 养鸡 养鸭 养鱼 养猪 让你赚大钱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一些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把爸爸妈妈抓来杀 杀几百次 你赚大钱 你快乐 但是哪一天你知道 你会哭死啊 你会后悔的 所以了解佛教的道理 不要再无明 无明就是没有智慧 不了解真相 所以各位 我也劝各位 不要卖酒 不要卖烟 你赚到钱 我卖毒 卖酒 卖烟 你害死多少人 我们马来西亚人 很喜欢养什么 燕子 燕窝 你把他的窝 偷下来 为了赚钱 燕子变成你的经济动物 那你以后 生生世世欠他债 生生世世 你就变燕子一样 被养很不自由 被偷窝 不能传宗接代一样 所以我想各位 不能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人 或其他生命的痛苦的上面 要有这个智慧 不然我们就会 不知道就造恶业 造恶业 像男人有性欲 很多男人对不起老婆 要去外面用金钱 买女人睡觉 要去诱拐别人的女人 有些男生长得很帅 随便教女孩子 跟他睡觉 睡完觉以后怀孕 你去堕胎 你以为天下不知道 下辈子你第一个下地狱 送无量的苦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生命有轮回 这个轮回会造成痛苦 所以无论如何 佛陀教我们 不要伤害任何生命 所以念一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这是真理 要相信 他们今天堕落 动物很可怜 要被杀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 千万不要 哪一天也自己 变动物被杀 好 所以现在 为他们念灭相 那如何脱离轮回呢 你有智慧了 就不会造恶业 你了解了 就不会贪爱执着 没有生就没有死 各位记住这句话 生日快乐不重要 死日快乐才重要 但是各位 死为什么会失 因为有生就会死 没办法 生从哪里来 有欲望 所以人家问我说 结婚以后要不要生小孩 我说卖生 卖生 卖生 结婚要干嘛 对啊 所以不要结婚 那生要干嘛 让他出家 生下来很痛苦的 生下来很痛苦的 你赶快让他从小送给师父 出家 解脱生死 不然干嘛 娶孩子不好啊 很痛苦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 你现在也知道了 所以以后你女儿还没有嫁出去 不能嫁啊 不能嫁啊 快去出嫁啊 改脫生死了 嫁給男人 拍名我跟你說 有時候如果你懂了道理 你就會相信 你不懂道理 快嫁啊 快嫁啊 快娶啊 要把它撒下 念一下 苦海無邊 你一嫁下去 一娶了 一身盒子 苦海無邊 開始拍名 因為你愛上他 你沒有他不行 你執著他 你煩惱他 煩惱得要死 所以有愛 就會生憂慮 生恐怖 沒有愛 就沒有憂慮恐怖 所以各位 愛情是快樂還痛苦 愛情是快樂還痛苦 講得大聲 那你為什麼要 沒辦法 如果你有智慧 你會跟你們兒子說 不要談戀愛 巴勒 不要談戀愛 太清楚了 你會跟你們女兒子 穿得漂亮 要從哪裡 去給女兒看 亡 八路 對不對 因為漂亮 漂亮就讓女兒抓去 你就苦海無邊 開始大寶 生小孩 開始痛苦了 就像流浪狗懷孕了 你會說流浪狗 你好好名 你壞名 流浪狗 好懷孕 所以各位 佛陀講這個 你會聽得很不習慣 哎呀 佛陀怎麼講這種話 佛陀不慈悲 佛陀難也不慈悲啊 就苦就難 有生就有老 就會病 就會死 誰叫我們生呢 我就是生一個兒子 就出家了 哇 生命太痛苦了 我媽媽得癌症生病 小孩子生下來也生病 哇 生命太痛苦了 所以我賺完錢以後 哎呦 供養家裡 我要出家 才能夠愛我的媽媽 才能夠愛我兒子 告訴他怎麼樣離苦 修功德給媽媽給爸爸 感恩功德啊 給兒子 哎呀 希望 感謝太太 愛情太痛苦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要出家 太太哭啊 我說你哭什麼哭啊 很痛苦啊 你要離開我 不是我離開很痛苦 是你有感情 你愛我 所以你也很痛苦 你要把那個拔掉 你就不會痛苦了 因為有愛情 很痛苦 很執著 你不在我旁邊睡覺 我睡不著 對啊 一個人睡不著覺啊 那就依賴 依賴就痛苦 所以各位 你既然要念 你要了解道理 無明滅則行滅 你了解了 你就不會再去做不好的 沒做不好的 就不會造成輪迴啊 不然呢 愛 執著 就會造業 就會輪迴 一直痛苦 一直痛苦 生老病死 所以很多人跟我說 師父啊 我後世人不做人 那不是你決定的啊 你有貪愛造業 你怎麼可能不做人呢 你搞不好做豬了耶 做人還不錯了耶 因為你吃這麼多豬肉 你怎麼可能不做豬呢 殺一次豬 你要500次做豬被殺 吃豬肉 要享受被吃的痛苦 這個就是輪迴啊 善有善報 餓有餓報 各位我一直講啊 講到各位肚子餓我也要講啊 但是你要了解這個道理 今天中午你沒有肉吃啊 你很有福報啊 今天中午 吃菜吃菜啊 吃素啊 不要造餓業啦 所以希望各位 平常家裡也吃素 多快樂 所以希望大家多念佛 念多寶如來會發財 叫多寶如來 所以你很窮 多念多寶如來 看到別人窮 多念多寶如來 你念佛 至少讓他下輩子 這些魚啊 不會下地獄軌道出神道 所以你看到螞蟻 你也要慈悲為他念佛 你看到死掉的魚 也要為他念佛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回去冰箱打開 那麼多寶如來 先跟他敲兜一下 你的冰箱是兵儀館啊 你都不怕 你要跟他抄渡抄渡啊 在廚房裡面是沙爐廠 台西哈嘴啊 多念一下 所以念寶聖如來 就是他可以升天 念寶聖如來放生的魚 旁邊有護法神 他將來不會被抓 自然死了以後升天 叫寶聖如來 不是光魚 如果你多念寶聖如來 你將來也可以升天 所以念佛很重要 念妙色升如來 第三個 可以外表長得很漂亮很好看 狗也有長得漂亮不漂亮的 魚也有長得漂亮跟不漂亮的 人也有漂亮不漂亮的 但是你念妙色升如來 眾生外表漂亮 除了脫離善惡道 你自己也漂亮 廣博身如來長得很高 很大就不會被欺負 叫廣博身如來 長得矮的人多念 廣博身如來 一個人為什麼會長得矮你知道嗎 驕傲 看不起別人 上輩子我們輸比較多 我比較有錢 看不起別人 這四人你就威國威國 謙虛的人多拜佛的人 那長得比較高 那這個都是自己的果報 再來 禮部位如來 念這個佛都不會怕 如果你一個人 走黑路去摸阿波 晚上睡著怕 小孩子晚上會怕會哭 你要念 南無尼部位如來 南無甘露王如來代表 可以吃得很好 吃得很多 孤魂野鬼 那些動物 他在找食物吃 你幫他念甘露王如來 他就可以炒到很好的食物 孤魂野鬼可以吃到 吃到甘露還可以升天 念阿彌陀如來 大家都知道了 來 消夜障 往生淨土 你經常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這一輩子消夜障 而且將來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釋迦牟尼佛要我們看到人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是希望你消夜障健康 希望你將來去極樂世界 所以念阿彌陀佛 有沒有禮貌啊 念阿彌陀佛 不是叫你以前四 不是那個意思 希望你現在消夜障健康快樂 來是去極樂世界 沒有痛苦叫極樂 阿彌陀佛 念寶祭如來呢 特別對魚 對動物 念寶祭如來 他消夜障 來是升天 念釋迦如來呢 那就將來他可以有悲心 不會退轉 他不會說自己要升天去極樂世界就算了 他從極樂世界馬上會來 倒架持航普渡眾生 叫釋迦如來 所以我們再念一遍好不好啊 念給六道眾生 念給祖先 念給我們身上吃掉的魚蝦肉 讓他們超渡 來 那麼多寶如來 那麼寶神如來 那麼妙色神如來 那麼廣播神如來 那麼黎布韦如來 那麼甘露王如來 那麼阿密國如來 那麼寶祭如來 那麼釋迦如來 法師敲零是把各位念佛的聲音 跑到最遠的地獄最高的天 那你念的功德更大 因為我們在這邊念 聲音有限 敲過法器 這個聲音就可以到最高的天 最深的地獄 極樂世界都聽得到 佛菩薩就高興了 因為佛菩薩知道你在為眾生念佛 佛菩薩更高興了 所以就會敲零 跟我念 以此災犯 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身 供養一切護法善神 供養縣世父母 供養往生父母 供養曆祖先 供養妻子父母 供養冤親在主 供養一切眾生 然後平常你在家你念到一切眾生你就拿一點點飯七顆飯 一點點一條麵然後就把窗戶打開丟出去啦 或是你就放在外面的樹下大背宮的地上那邊也可以啦 然後就布施出去了來 在飯之前還要唸解毒咒 因為這個飯有加農藥啊或是菜有毒啊 來唸一下 再來就是吹肉往生咒 萬一看到別人吃肉就算你要吃素你要唸這個咒 就讓他把這個肉超度掉啦 因為他沒辦法吃素啊至少幫他超度 然後平常我們如果那天要唸經就不要吃蔥蒜韭菜 吃蔥蒜韭菜摩果會附在你的嘴巴 而且呢護法神會跑掉很容易生氣 所以我們要唸消除蔥蒜奏 如果你吃素但是別人還在吃蔥蒜你也要幫他唸這個咒 不然你也會吸進去一樣啦 希望消除來唸一下消除蔥蒜奏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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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馬上要做燕貢上貢下施做很多功德 好 阿彌陀佛 不這件事 這件事ET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在六灾日你就要很认真地保持这个正念正行 然后习惯以后你就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慢慢你会发觉你变了 口才变了 智慧广道了 人缘具足了 福报比以前好了 以前没人帮忙 现在很多人帮忙 以前会觉得好像钱不够 现在好像钱太多 这代表你有修行 你有福报 你如果没福报 就代表你修行有问题 你没有福报 怎么讲空性智慧 如果你的身心变化越来越糟糕 那你要小心 你修行错误了 福报也没有了 心也忘念很多了 睡不着觉了 颠颠倒倒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对了 那个很可怕的来了 所以一个人修行有修行的像 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你要知道 老老实实的清净善知识 像我跟各位念这个 我要去接近大宝法王 得到他的传承 然后哎呀很好用啊 还给我们讲解 所以讲解以后 大家真的这样实践 每年各位看电视 每天中午他都要念一次这个 祈愿文回向文 如是愿成 如是愿成 那每天要回向给所有的施主 消灾着 但是非常管用 那各位也要把这个东西 你得到一个很好的传承 那你应该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了 再加上你平常喜欢怎么修行 打坐啊 做药供啊 送地藏经啊 再加上你的善业功德 成为你的一个生活习惯 这是最好的 我听请你一起回路 我听不见了 我听不见 我也不懂 我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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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听不见 不是